跟各位講 你要學這門課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你真的要讓自己變得稍微專業一點點 千萬不要再做一些 讓人家覺得說奇怪 你怎麼這麼簡單的功能都不會 會有這種質疑啦 其實 以色友學好真的是最基本的 技能 OK 我想你也不要把它當成好像你會以色友就 好像已經很厲害了 其實 如果你到 公司上班的話 這個是最基本的 OK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剛剛這個 換行請特別注意喔 按右鍵出門格式這邊喔 有沒有 自動換行一定要打勾 如果你沒打勾的話 它會變成一串 延伸到右邊去 有沒有 另外的話呢 我有把它靠 就是水平的位置 靠左 垂直的話靠上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 感覺好像比較集中一點 習慣上是這樣 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我們的資料來源 這邊的話是要切割 那怎麼樣切割比較快喔 其實邏輯大概跟之前講過差不多 1的話 一樣用什麼 用密的 所以我們就插入一個文字裡面的密的函數 文字類裡面的密的函數 1 2的話呢 就是 你的資料在哪裡 資料在三字經的這個儲存格 記得這邊按F4 先把它鎖起來 為什麼 因為向右向下位置都不能變動 star number的話呢 就是從這邊開始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這個上面是決定什麼 它應該從哪個字開始算起 可是呢 我們這邊是 之前是都一個字 還好 現在有三個字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把上面的B1 乘上3 為什麼 因為三個字 但是問題來了 你乘上3之後的話 它變成 從第三個字算 可是我們應該是 雖然是三個字 可是我應該是從 第一個字開始算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把它減掉多少 減掉2 從第一個字開始算 有沒有 好了之後的話呢 我們按確定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 後面還有 後面 還有 那你要幾個字 Lumber charge 我要三個字 好 你會發現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關鍵在這裡 乘上3減掉2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道理 按確定之後 向右填滿 剛剛好 有沒有 性本善 性相 近 息相遠 但是你向下呢 好像不OK 為什麼 我之前講過 這個地方的話呢 前面是決定什麼 前面這個地方是決定 他 抓的那個 第1列的位 後面的話就是說 因為我每向下一個 他就必須什麼呢 再增加幾個字呢 你會發現這邊 三個 三個 總共有8 所以呢 向右增加了24個字 所以你向下之後的話變成說 他應該從第25個字開始 有沒有 又再向24 所以每向下就要多24個字就對了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可以怎麼樣 後面加上什麼 先刮弧一下 把這個 我前面講過 我把這個編號裡面的值 T乘上20字 就24有沒有 意思說我在 向右加24個字的位置 OK 那一樣喔 等一下會有個問題 因為我向右向下 所以欄 特別是A欄要固定 因為我的標題欄在A欄 我的標題列在一列 所以請記得喔 這一個跟這一個喔 記得喔 這個要把 一列給鎖起來 所以這邊一列鎖起來 前面加個前的符號 A欄鎖起來 A欄鎖起來 OK 好了 就 大功告成 應該可以看得懂意思啦 有沒有 公司應該不複雜 然後把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把他向右喔 向下 當然我不知道到哪裡啦 把他多一點沒有關係 放開 那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 全部的資料呢 就 一次 就一氣呵成 其實到59就OK啦 所以60以後 Ctrl向下 Delete掉 那這邊的話一樣 Ctrl shift向右向下 不需要那麼多 把它刪掉 那你就把這邊怎麼樣呢 我的習慣是 再把這一個範圍 給裡面的資料 找到框線的部分 其他框線 然後呢把顏色改成紅色的線條 紅色怎麼線條全部呢 就是 外框跟內框 這兩個按下去按確定 這樣的話呢 我就把 三字清 做成 八個欄位 應該沒問題吧 大家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是結果 如果 如果可以的話啦 請各位再做一個變化題 這個是 密的 乘上 八 意思說我做 八個欄位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把它拖拉過來 這邊呢 乘上四好了 我不要八欄 我要四欄 什麼叫四欄呢 1234嘛 我這不要 我跟你講 我只要 人之初 性本善 然後呢 四欄之後就往下了 就不要八了 應該可以看懂意思啦 那這個地方的話公式 請你把它改一下 也就是說我今天呢 不要四個 不要八個欄位 我要四個欄位 甚至我其實我是希望你們可以做做什麼 乘上一就可以了 一的話 人之初 性本善 一直往下 就是不要有 八欄 就一欄就好了 全部把它串一起來好了 這地方該怎麼做啦 你可以 變化一下 試一下 這是四欄 一欄的話就是 這樣子 這個刪掉 人之初 性本善 一直往下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做一些變化 因為呢 如果你可以 第一個取得資料來源 第二個的話呢 可以把它放在他應該放的位置 你才有辦法做後續的處理 否則的話 後面處理當然會有問題 請各位先 試一下 好